来啊今天非常的兴奋哦 我们又来到我们的新的一个星期的 铁板烧 ok 来啊师傅刚刚啊 做了很多东西啊 在过去的一两个礼拜里面啊 我们刚刚啊 Delhi回来 然后又做了一个啊 我们的啊 annual dinner annual dinner 然后师傅也做了一个 啊一个next meeting 啊所以我我知道很多 很多伙伴哦 都啊很想分享啊 很想分享哦 因为太多东西了啊 太多而且是来不及post啊 很多东西啊 师傅的印度 Delhi他没有post啊 you know dinner 现在都不懂啊 哇要post很多东西啊 很多东西要post啊 所以非常兴奋啊 昨天又有一个什么 又有一个啊 我们做一个啊 叫什么master class ok so昨天是啊 啊相当相当恐怖啦 对师傅来讲啊 相当恐怖 为什么 因为昨天有啊 有大概11个BO啊 on the spot on the spot 啊加入 11个BO 有20多个PC 所以我们昨天啊 光昨天罢了 就有30多位伙伴啊 啊加入我们的团队 啊就是大家看到啊 那个气势啊 啊那个气势啊 那个火啊对很多火啊 那火开始来了 ok 那么如果大家没有去把握这个机会哦 你就会miss掉了的 啊你会miss掉了的 尤其是啊很多伙伴刚刚从这个什么 这个啊印度 回来哦 哇他带那种欧啦 你知道这是我们去印度啦 啊 因为大家都感觉印度的人比较穷啦 比较穷啦 什么又 又很脏啊 那个地方哦 so 其实我们去看哦 啊 他是 有钱的人也有有地方很有钱的 啊 穷的人真的是有地方很穷的啊 马来西亚其实也是有的 是大家可能没有看到啦 大家都在城市嘛对不对 如果你去到一些比较甘凤的地方哦 你也是看到很多这样子的穷人的 啊也是有的啊 不要不要只是说印度有穷人哦 其实马来西亚也是有 ok 当然印度的话啊 印象中印象中就是大家都感觉 因为看很多那些什么 纪录片啊 他们的火车啊 人啊全部跳上去啊 怎么一大堆的 所以我们感觉哦 好像很恐怖一样啦 啊 其实师傅也是感觉很恐怖啊 好 其实师傅去那边哦 又打针呢 很多东西 很多pattern 你知道吗 师傅去别的地方旅行 没有这么多pattern的 然后去印度哦 哇又去打针呢 又怕死了 啊 又打针呢 又带好很多 师傅带了十多瓶水去 你知道吗 十多瓶啊 这个啊 我们讲啊 好像怕那边没有水喝啊 好像去沙漠啊 好像去沙漠旅行这样啊 带了十多瓶清水去 就是我们不敢喝那边的水 知道吧 对啊 委呐讲对 又吃三生熟蛋的 每天都吃生熟蛋的 很奇怪 这么师傅 你一直叫生熟蛋吃 为什么 一直不要锻炼啊 师傅的抵抗力 你知道吗 因为生熟蛋有细菌吗 你吃很熟的蛋哦 细菌死到完了 变成你就锻炼不到身体吗 我们吃半生熟蛋哦 因为半生熟蛋 就是还有一半还没有熟啊 就很有细菌哦 我们吃下去哦 哎 可以抵抗 可以啊啊 就是啊 训练我们的抵抗力 你知道吗 啊 就真的啊 对 Battern多多就对了啊 就很多Battern 然后去到那边哦 什么都不可以吃 啊 冰块又不可以吃 冷的 全部不喝的哦 我们只喝烧水罢了哦 冷水又不可以喝 ice cream也不可以吃 啊 奶茶很好的奶茶也不可以吃 什么都不吃就对了啦 啊 你看 哇 很听话的 啊 去到印度就是啊 很听话 啊 说 就这样子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啊 这印象中哦 一个一个一个 很多这样子不好的印象啊 OK 然后其实我们去到那边哦 跟大家讲哦 印度人啊 很好客的 所以很多人讲啊 印度很多犯罪啊 什么一大堆的 其实啊 啊 我们有听导游在讲啊 导游在讲说 其实不是 哦 其实你会发现到你一听到很多犯罪案哦 都是啊 那些啊 旅客啊 啊 反警啊 他们犯奸 人家都跟他讲了 不要晚上出去啊 乱乱喝酒啊 乱乱去走啊 他们就是啊 很给抢啊 就是要去 所以结果就被人家哦 啊 就是可能有些中 中了强奸啊 什么一大堆的 他们就开始讲哦 讲这个印度啊 很多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不是印度啦 你去到很多的国家 欧欧巴这些国家 你 你私下 你去纽约一下 你半夜这样子就去喝酒 啊 一个女生 你一样中的 你明白吗 纽约这么先进的国家 也是会中的 其实对师傅来讲 师傅看到了很多印度人 印度人啊 其实印度人是很好客的 啊 在印度的印度人 真的很好客的 我们去到他的centre 很多人 我们是很怕啦 坦白 师傅还戴着口罩呢 很怕 不过你知道吗 他们 其实很好的哦 过他们来跟你拍照啊 他都会问你的 你知道吗 问你啊 他不是直接来拍 他问你啊 是 给来 你去那个大什么 去到公司啊 总部啊 去到哪里的 去到stadium 你知道吗 去到我们的大会哦 他们要找我们拍照 他们都很斯文 很好这样子问你的 他们也没有乱乱来的 啊 没有像那些人啊 哇 创那个那个栏杆啊 栏杆创到完 冲进来啊 抱住你 没有的 没有的 很斯文的 虽然你看他们啊 是多20千人哦 不过真的 哦 当让师傅啊 真的是坚持啊 坦白讲 以前师傅对啊 他们呢 有一点点的啊 偏见啊 师傅觉得很怕 啊 像像非洲 你你你反正你问师傅啊 他们比非洲人好很多 啊非洲人是没有管你的 就创你啊 整个啊 屁股又大 一创你整个人会飞掉 你知道吗 啊 这很恐怖的 比我还大 他们哇 很大只啊 屁股比我还大 你知道吗 哇 你有时你不小心 你给他创到你会飞掉 你知道吗 真的他们更粗啊 更粗暴 印度人是没有 啊 印度人我们去啊 那个gate啦 Indiangate啦 很多人来跟我们拍照 不过我们不认识呢 你知道吗 他不是佛维我的人 不过呢 他们什么 他们是很斯文的 问你 那么我们也是很patter 啊 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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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是这样子 我们怕吗 啊 我们怕好像Europe 这样 Europe 这些靠近你的 都是来偷你东西的 坦白讲啊 啊 这个不是我们要啊 要要要要要看 就是看 看不好 讲讲衰 那个Europe 你们去Europe啊 师傅反而会担心 为什么 因为Europe的人靠近你啊 都是要偷你东西的 明白吗 不管是那些很先进的 啊 那些啊 什么啊 希腊啊 这些啊 啊 这个什么法国啊 啊 法国我们要去了 你知道吗 我跟你们讲 意大利啊 你们去这国家 你们要小心的 啊 这些国家比印度更可怕 我跟你讲 你又哇 很美耶 哇 我要去巴黎 哇 巴黎提塔 反军 再反军 跟你讲 你真的是反军啊 如果你不小心 真的 他们真的跑过来啊 跟你啊 啊 这是哪里东西 那么印度很好 啊 他们虽然穷 啊 不过对师傅来讲啊 他们是很有志气了 你问你问师傅的很有志气 很穷 不过人很好 很有志气 啊 他们也很努力在拼佛啊 Forever啊 很努力在拼 当然师傅也看到一些国家 一些国家是比印度更穷的啊 也是有啊 也其中一个国家是对师傅啊 因为师傅有听过啦 有听过是 阿杰森在一个manager啊 去了Battaya 他回来他有分享这个东西 他有分享一个国家叫 啊 Bokina Faso的 啊 Bokina Faso 所以这个国家坦白讲 师傅是没有听过啊 师傅做Forever 27年啊 没有听过这个国家 Bokina Faso什么 什么鬼国家来的 在哪里我也不懂 啊 那么杰森回来有分享到 这个Bokina Faso这个国家呢 那么师傅这次去印度啊 就开始注意你知道吗 开始注意Bokina Faso OK 然后就看到什么 一进去啊 第一天进去啊 Pack Meeting啊 Pack 20 Meeting啊 就有一个Bokina Faso的人 坐在我们的隔壁你知道吗 啊 就是他们的Top啦 Top Distributor Bokina Faso的 那么我们是没有办法沟通啊 师傅跟他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因为他讲那种非洲话 他又不懂英文 跟他讲哦 好像盖一桶 打又不会打什么都不会 就是 就是 鸡跟亚讲了 就跟他是这样子 那么啊 啊 我有问他 我有问他 因为他是Level 2啊 而且他的Level 2也是 啊 Top 20啊 20啊 20多的Level 2啊 跟师傅排在一起 OK 那么师傅看到他 师傅吓到呢 他是第一次拿Level 2啊 第一次拿Level 2啊 第一次就是 在20多名里面 你知道吗 很高 师傅知道师傅的CC很大的嘛 对不对 他可以排在师傅啊 就是同一个ranking啊 就是他的CC也很大 不奇怪哦 啊 Jason跟我们讲 讲他的国家很穷到啊 可以买牙膏罢了咧 那些人啊 连鲁慧子都买不到 可以买牙膏罢了 你知道吗 那么师傅就很好奇吗 这样子的国家 怎样可以啊 这么成功呢 怎样可以 这么这么 有人拿Level 2呢 那师傅就问他咯 哦 你是Level 2哦 哇 很棒耶 所以你们国家哦 是 怎样做到怎样 就是大概我们讲 是盖筒 那种啦 就很简单的啊 烂烂哦 又比手比脚 那跟他讲 你要他跟师傅讲什么 他讲啊 我的组织以下啊 我的组织以下 有三个Level 2 各位朋友 你不要看哦 这个不是一个啊 不是一个不小心 你知道吗 哎 各位朋友你们想一想啊 如果是不小心 可能有一个啦 啊 有一个Level 2 你知道吗 这个不是不小心耶 他以下有三个Level 2啊 各位朋友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感觉啊 马来西亚啊 哇 这人很穷啊 没有办法做啊 我告诉你 你们一定要去看 Pokina Faso 一定要去看 看那边 师傅 share给你们啊 师傅这边 我看有没有啊 这个是Pak啊 Pak里面的 他们谢出来的 OK 师傅有一个group啊 在Pak OK 啊 这个是Pak group啊 OK 来 师傅 share给你们看 OK 这个是在Pak group 看到吗 这个WhatsApp啊 啊 师傅的WhatsApp 在Pak group啊 这个是Pak 20的group啊 所以你看他们啊 的会议啊 他们的那个 那个 参加会议的人啊 看吗 祝美西亚 我们完成了 这个是第二个 这个是第二个 我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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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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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大概猜他讲什么啦 OK 这个是师傅翻译啦 OK 你听不懂啦 你听不懂他的什么意思 看不到啊 诶 等一下 周末会这样子呢 等一下 周末会没有看到呢 等一下 等一下 来 不用紧师傅试下 这么奇怪的 出不到来啊 我看到相片罢了 OK 不用紧 师傅用别的方法给你们看啊 来我们看一看 这个应该看到了 OK 放在POWERPOINT啦 给大家看 看到吗 看到吗 现在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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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戏我不懂他在讲什么啦 ok 你们听懂就算了啊 所以应该是讲啊 你要整一千辆摩托费啊 各位朋友没有钱不用紧 摩托费啊一千辆来开会 哇开什么玩笑啊 我们看他的会议啊来 你要看他的会议 看到吗 啊 虽然没有钱哦 虽然没有钱哦 你看哦一千五百人开会 大家都有那种梦想啊 要追梦的 看到吗 要追梦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 各位朋友 你们要看一看了啊 我们啊真的是大开眼界的 去那边 我是没有去到北京那发售啦 因为师傅在Pack Group里面嘛 他们每天都谢谢谢谢啊 我们就看到了 看到啊 哇原来他们这样子一个 一个这么穷的国家会发展到这样 啊我们呢 啊我们在马来西亚啊 我告诉你啊 每天吃喝玩乐 哪里有这样子坐摩托费 坐摩托费都都都都不要啊 大家都开车的 明白吗 人家这么穷你看 人家的啊那个那个什么那个 人家的企图形看到吗 所以你看哦不只是印度哦 师傅知之气哦 师傅有认识了 北京那发售 更重要是啊有四个CBM level 2 所以这个是啊啊 师傅不 不大能接受的东西啊 不是不可能接受他们啊 师傅是不能接受我们马来西亚啊 啊我们马来西亚应该 如果他们有四个level 2啊 我们应该有八个的 明白吗 我们应该会比他多一倍 啊应该会有八个CBM level 2啊 其实我们有做过啊 ok我们有做过八个CBM level level 2我们有level 3 啊不只是level 2 level 3跟level 2我们有八个 ok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要大家去看啊 啊这个东西 所以这次啊 讲真的啊 你没有 你没有去见识 啊没有去见识一下是很吃亏 啊因为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 知识你买到 啊听好啊 知识你买到啊 你看书 啊你来上课 你买到知识 见识你就买不到了 啊见识你要真的要去看的 啊要真的去走一走 走天下一下 去看一看去见识一下 啊你少见识一次 你就少一次的见识明白吗 所以你看是不是完全不会错过的 任何一个机会 啊去见识 啊去外面啊 如果有机会真的 Bokina发说请师父过去 师父可能也会去啊 去见识一下对不对 啊去讲课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真的啊 一定要去去我们讲什么 有时候啦 有时候啊 我们不不可以只是啊 认为啊 人家来拿我们的inspiration 啊不只是我们可以inspire人家 那么这些全部那些印度很多印度仔哦 都是我的粉丝来的你知道吗 师父的粉丝很多是来自哪里跟你们讲啊 师父很多粉丝呢都是来自非洲 啊这些很多非洲啊 那些Ghana啊 啊这个Nigeria啊 师父很多粉丝的 然后第二个呢 师父很多粉丝来自印度啊 印度也是师父很多粉丝的 啊他们每个来啊都show我啊 他跟我拍照啊 然后他的check啊什么 我看看我的check啊 他很多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啊我很奇怪的啊 就是啊 啊这个这个啊 南美洲师父很多粉丝 师父没有去过南美洲啊 师父没有去过巴西 阿根廷啊 巴拉圭啊 乌鲁圭师父没有去过 你知道吗 师父吓到的 师父每次进Global Rally啊 这些南美洲人都是围着我的 然后就一直讲 Des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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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啊 我都不认识他 我不记得 Bingo 问他你来自哪里 巴拉圭 乌鲁圭 啊那些 阿金丁纳 你知道吗 这些啊 很凯雷 凯雷乖的国家 我都没有到过 而且我都没有跟他们讲过课了 啊我 我有跟巴西讲过课 可能他们有进去啊 我只是跟Brazil讲过课罢了 啊还有Mexico so 可能Mexico 他们懂那个 Language Latin他们懂 啊Latin Language 还有这个 啊巴西 他们是讲Portuguese的 OK 所以他们有两种Language啊 在整个南美洲啊 西班牙语 跟这个啊葡萄牙语 那么师父就讲 师父是讲英文 那么他们有 有可能有翻译 翻译 可能这些人都post啊 post在他们的 这个social media啊 所以给这些人啊 认识到师父 所以师父跟他们呢 真的很奇怪的 这几个地方 啊的人呢 是很有缘的 啊反而欧洲啊 欧洲只有几个国家罢了 啊跟师父很好 啊就是那些比较啊 我们讲比较 Muslim的国家 啊比较偏向啊 这个啊 Muslim 就是 啊 Middle East 比较靠近 Middle East的国家 那些就跟师父很有缘 啊那些比较缘的 那些Italia啊 France啊 你知道吗 这些呢 啊就比较没有那么有缘 OK 所以师父在土耳其 很有名的 师父在土耳其啊 师父在这个Greece啊 希腊啊 啊 师父是很有名的 OK 啊那么 慢慢慢慢的 啊 等一下法国就开始有名了 因为法国的MD 跟师父很好 啊 CSM 啊 师父上台 他一直在喊我的名字 我也不懂 好像我的CSM这样 你知道吗 师父在台上啊 表扬派啊 你知道吗 在在下面一直在喊 Desmond Desmond 是谁你知道吗 啊 是这个啊 法国的CSM 啊 我好奇 好像是我的CSM这样 好像他想我移民去法国 去做他们的Dissibutor 这样 你要很兴奋 一直喊 Desmond 然后师父一下 一下台哦 第一个来抱我的 第一个来抱住我 恭喜我的 又是这个 法国的CSM 你知道吗 我都很奇怪的 不过我知道这个啊 这个法国的CSM 很好玩的 他一直stop我的Facebook的 你知道吗 不过他没有comment 因为他是个法国人 他每天都stop我们的Facebook 你知道他师父办的每一年的 annual dinner 他都知道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跟他聊天 他就讲到 哇 你的车队 哇 你的什么 他全部都懂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 所以有follow 有stop我们 这个法国 可能法国之后 BOI变很有名 在法国 这个是有可能的事情 好不好 OK 所以哦 真的 所以就是哦 真的你看到吗 师父没有分享很多了 在这个 这个我们的 global rally 不过师父用这个机会来跟他分享 真的 你看到很多的东西 不是 有时候哦 你想象的东西 不一定是真的 不一定是真的 那么如果你去看的话 你真正啊 去见识 去看一看这个世界 你感觉 哎 原来哦 不是这样的 原来在外面报道啊 你看到的都是一个角落 发生的东西 它不是代表整个国家的东西 好不好 OK 所以 不要错过任何的机会 好不好 所以一定要 目标 当你看到这些这么穷的人 这么一个国家 没有资源的国家 这么穷 那些人都买不起 Alovera的国家 他们都这么努力在干 你不要跟师父讲 在这边哦 你的顾客 才买两罐鲁慧汁 你不要跟师父讲这种话 你知道吗 人家鲁慧汁一罐都买不起 我们才买两罐了 OK 你不要跟师父讲这样子话 人家买一罐买不起 可以做CPN Level 2 OK 你要感恩 你要感恩你活在马来西亚 你要感恩 你今天 你有很好的系统 你唯一可以 可以 觉得你还没有做很好的 就是可能你不够努力 你没有那些印度人这么努力 你没有那些Pukina Faso 那些人这么努力 所以你可以改 是改这个东西 好不好 OK 所以现在是不要开放舞台 给你们做分享了 来 Next 我们开始了 我们第一个 我们有请阿Dio 嗨嗨嗨嗨嗨嗨 师父早安 大家早安 早安早安 嗨 非常非常感恩 第一 先要感恩我们继续的在这里 在这个铁板烧 一起来烧 烧 非常非常高兴 非常非常兴奋 今天早上又有听到师父 这么一个什么 很鼓励 很鼓励的 一个一个找一个 一个很好的 一个Pukina的一个见证 OK 非常非常的对 好像昨天在的 我也听到师父 在马来乌语那边 OK 又又讲了一个 这个印度21岁的 OK 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OK 所以呢 在这里呢 第二的就是要讲的是什么呢 第二就是要讲的 好像刚才师父讲 我们真的要去见识 OK 真的要去外面见识 而且呢 就好像在Forever一样的 好像我本身这样子 如果我没有来到Forever 没有来到BO Group 我是见识不到这样的东西 OK 是真的见识不到 OK 因为我们 因为我本身 Dio自己本身 所接触到的人 因为我是做教育的 所接触到的人 都是教育界 OK 教育界 还有Dio本身 也跟这个卫生部 做沟通 所以只是接触到这样子的人 OK 其他东西也是接触不到的 好像BO 好像BO 好像Orever OK 这样子的东西 OK 可以接触到这么大 整个世界这么大的一个平台 是没有 没有 从来没有 所以是要走出了自己这个舒适圈 才能够知道有这样的东西 好像师父讲 我们一定要到别的国家去 才知道自己活在马来西亚 是怎样幸福的 OK 为什么呢 因为Dio曾经 以前自己讨药包了 我曾经去过这个South Africa OK 很多人跟Dio讲 你千万不可以去 千万不可以去South Africa 但是 真的不可以去 你去到那边 South Africa是多么的先进 而且那个国家是多么的美丽 OK 那你去到那边 很简单的 白人跟你说 晚上千万不可以出去 但是那边黑人 晚上就是最好出去的地方 当然我们也听 我们也听了 晚上我们没有出去 OK 就是我们有一晚上 有出去 也是带着一个黑人 跟我们一起出去 这个就是刚认识 刚在那边认识的人 我们一起出去 有一天晚上 其他的我们都没有出去 OK 只是有当地人跟我们出去的话 我们才出去 OK 但是真的 在 好像你不就是 不要一直听人家讲 OK 就是在Forever 你一直听人家讲 如果你听人家讲的话 你自己受影响的话 那就你就错失了 很大很大的机会 OK 那还有一次我去哪里了 我去墨西哥 墨西哥 OK 就是去哪里 就是 OK 就是 就是 就是我们Forever 我们去 去那个 什么 Kankun Kankun OK 我有去Kankun OK 去Kankun的时候 还没有去之前 每个人也跟我说 你千万不可以去 那边全部有枪的 很危险 有毒品 哎哟 是吗 OK 不管 我就去 但是去它会怎么样呢 OK 我只是坐 我不是住五星级hotel 没有钱 住五星级hotel 我是住motel罢了 我是住motel罢了 跟一般人一起住motel罢了 OK 但是 那边的人真的 亲切到 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棒 OK OK 非常的好 每一天早餐 他们吃什么 他们就是 吃豆类的 OK 他们会 哎 好不好吃啊 怎么样啊 明天早上 你要吃 你要不要同样的东西 或者你要我做其他的 都非常非常的好 当地人都非常的好 OK 只是说 我们需要小心的是 晚上你就不要出去乱跑了 OK 那些不该去的地方 你就不要去 那么早上的话 其实我们在那边走 走到那肩困那个五星级酒店 那个大 那个海洋啊 呼 我跟你讲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海洋 非常非常的棒 OK 所以在这里的话 同样的也是在 我们不要一直听人家讲 OK 这个生意不能做了 这个不好的 我们要去亲身去体验 OK 那第二三是什么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我有去 就是很感恩 师父和师母 这个BOID呢 OK 也就让Dior 也见识了很多东西 OK 尤其是他们那些 从印度回来的 带了很多见证 在今天 这个 Bukina Bosso一样 师父讲的这个见证 那Dior 听了这个见证 做了什么呢 我是觉得 我们在马来西亚 非常非常幸运 OK 不是我们 我做不到 是我们不够努力 OK 那么除了自己 不够努力 还有谁呢 OK 我们也要让我们的下线 也要一起来 一起来奋斗 OK 那Dior呢 就今天 昨天晚上 做到半夜的 差不多两点钟 是prepare什么呢 prepare一些 这一些关于道 OK 师父所分享 这一些见证 印度的见证 这个Bukina的见证 OK 为了要给我们的 这个下线 给他们知道 人家这么穷的国家 人家这么没有资源的国家 都可以做得到 这么棒的一个成绩 我们在马来西亚 为什么我们自己做不到 你一直跟我说 你想改变生活 你一直跟我说 你想 你想要赚取百万 但是你有拿出行动吗 OK 你有做出什么吗 OK 所以今天 今天一早上 我已经发了这些video 出去给他们 让他们自己 亲眼去看一看 因为昨天 我一直在做这个video 我自己做edit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真的 真的太棒 真的太好 真的 我们真的很幸运 我一直跟我太太说 你看人家这样子 21岁 那个印度 印度跟师父 两年前拍过照的 两年后的今天 他21岁 可以有2000世纪 OK 哇 我赚一赚 他可能赚百万 他赚了百万 21岁成为百万富翁 真的不可思议 OK 所以我在这里 我是觉得自己很惭愧了 OK 很惭愧 很惭愧的意思就是说 自己没有早去发现 OK 其实之前你不能怪别人 要怪的 怪自己没有出去寻找 OK 当你寻找了过后 要把握这个机会 要把握这个机会 OK 所以不懂这里 有没有新的伙伴们 如果有新的伙伴们 真的 早了 你就要去看 OK 不要一直在想 要去做 要去求证 OK 不要听人说 你去看 你去求证 你一定知道 在这个平台里面 OK 我们有一个完整的系统 我们在马来西亚 已经很幸福了 OK 我们是驾车 不是驾摩托的 OK 而且呢 而且呢 所有东西公司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只需要什么 努力去干的了 好吗 好 今天分享到这里 交回给师傅 谢谢 拜拜 OK 跟佛一位公司 就不用驻摩托的 你知道吗 我们是驻 Moon Balance Moon Balance 饮食不闹 你在房间 只是按你的电话罢了 那服务神的 把食物送进你房间 好像王帝 好像王帝 这样 OK 那么谢谢 阿Dio的分享 来 So next 我们又请Jackie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OK 首先三个东西 形容的话 第一天的话 是非常的兴奋 第二的话 是非常期待 第三的话 是非常紧张 现在已经 四月没了 OK 要到五月了 So 剩下的时间的话 是OK 真的真的不是很多 OK 要赶快 就是从印度回来 其实很多 有sharing的 我这次的 话是很兴奋 是为了 我可以interview 蛮多的 一些 top leader OK 第一个 我interview的 就是那个 全世界最快的 GLT OK 我interview了 好 我赶快 我去interview他 然后我也 有interview OK 这个 Hossam Naguah OK 我也interview他 所以真的是很难的 就是说 一有机会的话 是一定是要去 这个 我们讲这个 gobal elite 然后就是我们看到 昨天我也 其实我跟一个 印度的顾客 我吃东西 OK 我跟他吃东西 我要跟他share东西 我跟他share 其实呢 印度 其实印度的话 是跟malaysia的 一个差别 是什么 印度的话 是他们要追求 OK 因为 在印度的话 是他们有 那个kasta的 就是OK 他们有分 很贫 很贫穷的人 然后很 普通的人 然后的话是OK 有钱的人 然后非常非常 他们有分 很多的kasta 就是他们阶级 他们的阶级 观念是很 很大的 然后我跟他share 一个东西 就是 我们malaysia 我们没有这个 解析好不好 当然我们有分 这个就是 B40 M40 然后这个 T1 T20 这个东西 可是这个东西 在我们的卖里面 不是很 不是 其实一个 很明显的东西 可是在印度 是很明显的 他们kasta 所以他们是 没有机会的话 真的 没有机会的话 是可以 从 这个 普通 就是很贫穷的 100块美金 收入 可以跳出 他们的 全职 没有 除了 Forever living 罢了 OK 第一 然后第二个东西 第二个东西 我们有看到一个 横景 印度 那个跳舞的 好像我们 中国的 然后他有去 interview 就是去看到 他的屋子 我告诉你 你看他的屋子 你看到他的地方 的话是 那些垃圾 一大堆 苍蝇的话 是一大堆 好不好 很多很多 他们没有 没有什么 Fusion training 什么东西 都没有 他们的 training 就是在海边 好不好 因为我相信 我觉得应该是 海边的泥比较 比较软 什么 接下来的话 有可能是 不会这么痛 当然是痛 所以 当然我也是 亲身去看到 OK 我晚上的时候 我去看到了 我去一个地方 叫Lotus 我真的看到 的话是那个地方 印度人的话 是他们可以 蒙阿街头 然后的话 不是一个人 是几十个人 的话 是在路边那边 睡的 你知道吗 然后他有一句话 真的OK 他们真的是 哪一个被指引的 盖子 然后 OK 很多里面都是 女人 你知道吗 各位朋友 我们马来西亚 我没有看过的话 是几十个人 那五六十个人的话 是翻来盖边的 然后 那个垃圾就是在旁边 就是很大个垃圾桶 然后那些老鼠 走来走去 那些产品 哇 我告诉你真的 如果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不能成功 其实 不是 就是 对我的问题 OK 也不是 就马来西亚的问题 是什么 是 真的是自己 OK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OK 很感谢了 师傅 一回到来的话 是 很短的时间 就做这个 BODner给我们 OK 这个BODner 是非常非常的 impact OK 这个impact 对我说是 very impact OK Why because everyone 我看到的话是 2020 开始第一次 师傅做那个 BODner 2012年 第一年做 这个BODner OK 就是看到那个impact 跟那个 就是大家的 那个 Unity 非常非常好 OK 所以我看到这个 然后最后 OK 就是什么 就是 当然 OK 我是非常幸运 为什么 因为 Egan X的时候 师傅讲 OK 为什么拿CBM OK 然后我讲 因为要赚美金 很简单的 好不好 OK 就是回答 好不好 OK 因为当机会的话 是在你身边 然后的话 真的是要 any time 你要ready 举手 OK any time 你要sharing for a living 所以你看 各位朋友 OK 大家看到吗 要把靠美靠 喂 Elimited edition 好不好 所以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是 真的 真的 OK 我第一次拿 这个Elimited edition 的时候 是师傅给的 EURO 2012年的EURO OK 有在那边 OK 所以这个是 2024年 OK 拿的这个美金 OK 我告诉你 是很兴奋 OK 很有很有意义 因为2012年 的话 是OK 就是 我本身 OK 这个OK 然后BOY OK 我们整个的团队 的话 是开始 整个的 业绩 我们的这个 Leader OK 然后都achievement 的话 是2012年 就开始 一直上 一直上 我告诉你 很兴奋 OK 所以 我告诉你 拿到这个东西 是非常非常的 Lucky 对 我知道师傅 是给 不要给多少 抓换了 OK 然后我讲没有了 所以真的 OK Forever Living 是个很好的 一个事业 为什么 因为不只是 单单让我们看世界 然后我昨天 也跟一个朋友 印度厂 在跟他分享一个东西 就是OK 读万卷书 不如 OK 行万里路 真的是不一样的 真的 你知道 我跟很多的一些 一些的朋友 其实我昨天跟那个印度的朋友 其实他是见识也是很多的 OK 很多见识 他是做那个 Oil and Gas 所以我在跟他吃饭的话 当我跟他sharing OK Rexmond的这个思维 OK 为什么我们开始做 Forever Living 这个东西 OK 是因为老板的心态 我跟他sharing OK 就是Forever Living OK 怎样的话 是这个机会的话 让OK 很贫穷的人 OK Transform OK 变成一个的话 是OK 财务自由 健康自由 然后我问他 你知道全世界最多的病 是什么病吗 他跟我说 Cancel 不是 他那个病不是 全世界最多病 MT网了 MOL 是我 这个东西 你看到吗 真的没有人是想得到 只有Rexmond这样子的 就是这么好 Generate的人 OK 这么慈善的人 我说他才想到这个东西 然后我跟他分享 整个Forever Living 的话是 一个月也要做多业绩 我就开始跟他 开始跟他 OK 他是很有很有影响力的人来的 OK So that's why Forever Living 真的 当我们去 这么多的 Event 我们去看到 Rexmond 我们去看到 为什么 是Forever Living 他不只是影响 让我们财务的自由 OK 然后是健康 他是给什么 给一个思维上 的话是OK 成长 Transform 这个东西的话 是很多人的话 是一辈子 永远永远的话 都不能 OK 精神这样子 我看到是 Forever Living OK 几乎我跟 Sirker人 Sirker人 他们都会很sharp 为什么 因为 只有Forever Living 可以给到我们这样子的东西 只有Rexmond 好不好 所以OK 坚持加油 OK 今年的话 是一定要拿到 OK 为什么 有可能师傅讲 我们有可能在 Ivan Tower 做CPM 做一个 Governway 的 庆祝 我们知道 因为2017年 我们就是在 最贵的 酒店 帆船 酒店 做一个庆祝 这个video 我用到现在 好不好 我几乎给 很多人看 很多人 很shark 这个 全 最贵的 所以坚持加油 所以 一定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我们想一想 以前没有 比较 没有没有办法 Q 也那么 我们依然可以拿 CBM 也可以拿 CBM OK 所以目标很简单 今年一定要 Level Up 3,560 Thank you Much And see you at the top OK Thank you 哇 Jacky 你的线很卡 你那边 你是用什么线 你要用电话的线 要 那个线 一定要把它弄好 做online 我们的线 很重要的 如果你线 你不够快 会 会很影响 会影响 你在做zoom 做这个 GP OK 来 我们继续 我们来 我们有请Cambell Hello 大家早上好 OK So 三个心情 第一个 非常的 非常的兴奋 然后非常的乐观 然后非常的感恩 OK So 第一要感恩 我们的整个团队 所以今天早上 全部都 很积极 进早会 对不对 然后 也非常感恩 刚刚 我们的 B.O.的 这个 的 Dinner 一年一度的Dinner 所以我想看一下 所有Joy Dinner的 可以来打上一个 二 因为我要好好 谢谢 每一位 真的是 来到 这个B.O.Dinner 的 这一个Dinner 再讲什么 因为 我觉得 好像 因为我们知道 筹备这个Dinner 其实真的是上线 一个人 上线跟 斯摩 两个人 在筹备 这个Dinner 就是他们不容易 你知道吗 筹备这个Dinner 然后 也有很多的伙伴 他讲 我今年没有拿奖 我应该 不要来 不用去 上线也 应该会 没有碰到我的 应该是不用去的 但是我觉得 因为上线他 很用心 在筹备 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要表达 我们的那一个感谢 是怎样去表达 第一 当然就是我们 一定要 achieve一个 incentive 或者是一个 一定要把自己 站上去那个舞台 那个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要表达感谢 就是一定要 到现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 最简单 然后是最容易的 一个方法 去表达那个感谢 因为他已经 这样用心去筹备 你知道吗 你还不要来去感谢 so then 我们全部人都来的话 那个整个场地 他就是会很 很旺 对不对 去support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表达感谢的 一个方法来的 然后也是一样 好像我们进 De Pan Yaki 因为有时 我相信大家可能 有些可能在煮饭 或者在上班 你是可能是 没有机会去分享 但是我们也可以 就是抽一个时间 真的是给自己一个时间 去表示你的感谢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感恩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 我要讲什么 因为我怀疑不是很好 我也讲太好了 不好意思 so Be All Dinner 因为我们知道 上线是不是 他很creative的 所以他每一次的 Deaner 他都会有 添加一些 不一样的 奖项 所以今年 其实我们在 MMC的 Meeting的时候 上线已经讲了 他会表扬 就是 这个 跟着他 很久了的 一些伙伴 对不对 然后我就想 其实我在那里想 我应该是 应该是 跟上线 跟了十年 我应该是会拿 那个十年的奖项 我知道其实我知道 我会拿的 可是我只是不知道 自己是多少年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 算算算算 你知道吗 我其实跟上线 已经跟了二十年 可能上线也不记得 我是几多岁 开始认识上线 你知道吗 我是十九岁 就开始认识上线了 第一场会议 其实是我自己 自己说我要去的 我要去那个会议 就是因为我看到 我的姐姐 我的姐姐就是 Olive Olive是MDM 然后我就看到 她的成长 她的不一样 我就自己觉得 我要去看一下 到底你去了什么地方 我就讲我要去 然后我姐姐就 载我去 你知道吗 然后我跟大家讲 第一场会议 我听上线讲的是 铁三角 然后我就发现到 这一个讲师 我老师跟大家讲 第一次我跟他见面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他 很奇怪 你们这么这样奇怪 这么讲好像很敬仰 他这样子 好像很respect他这样子 然后对了 他真的是赚很多钱 然后那时候 应该是二十年前 上线那时候赚钱 也不像现在 一个月两百千 你知道吗 那时候可能一个月 可能只有二三十千 对不对 上线 但是那时候 已经是 个很高的收入了 然后我就听他讲 这个铁三角 对不对 我听完了过后 然后我就在听 这个创业的 这个说明会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我一听完了过后 其实我对直销 是很没有好感的 但是我听完了过后 是不是 我就 下定决心 我就要做 Forever 然后我就回家 回家 就是我的爸爸 其实已经睡觉了的 我爸爸11点多 已经睡觉在房间 跟我妈妈锁门了的 然后我听完过后 我就别大喊 我就回到家 19岁 我就敲我爸爸的门 然后我就进去 我跟爸爸讲 爸爸 我要跟姐姐一起 做Forever 那时候 我是要准备 进大学了的 之前 我就跟我爸爸讲 我要做Forever 然后他就讲 OK 这样你要做 我爸爸就支持你 这样你就做了 好好的干 他就这样讲 所以那时候 我就已经下定决心 一定要做Forever 一辈子了的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进大学 进大学了 我跟你讲 我是每一场的Event Be all也好 没有Be all 那时候没有Be all 就是Camp the Bipinan 生活营 或者是Malaysia Rally 所有的Event 我都是一个人搭巴士 从槟城搭巴士去 所有所有Forever的Event 都是一个人去的 所以我就是一步一脚印 这样子走来 所以我的头脑 已经被洗到很干净 Forever就是 我一辈子的 这一个生意来的 所以我大学毕业出来 是不是 就算我上班 我的头脑 也是一直在装着 99%的Forever 所以老板叫我OT 星期六礼拜来OT 我都跟他讲 我不能OT的 因为我要做Forever 我头脑很清楚的 你懂吗 我老板叫我OT 我都讲不能 我没有时间 所以变成 为什么我 昨天上台的时候 拿那个15年 Loyalty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很感动 第一个感动 就是因为有很多画面 会出来 第一个 因为师父 他好像我的爸爸 这样子 就是在Forever的爸爸 然后就算我生病的时候 我爸爸已经没有在了 我生病的时候 是Desmond Gong 带我去看医生的 所以这个东西 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他真的是带我去看医生 然后 第二个很感动 我觉得是因为 我觉得很惭愧 因为哦 跟了师父15年 因为我们的脑都是Forever 可是我们一直在想 我们要Lever 2 Lever 3 可是我们还没有 加败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真的是 很惭愧 所以我觉得师父 他给我们这个奖项 其实他可能 就是在 是我们 你应该要去想一下 为什么你在Forever 15年了 你还没有得到 你应该的东西 OK 所以变成真的是要 很多的行动 去可以 招败我们的目标 然后 就是很感动 很感谢 上线给我们的 所有的一切 然后 真的是 大家真的是 是要一起去 把自己的那一个瓶颈 突破掉 才可以 才可以 更加靠近 你知道吗 因为上线 他没有停下来 所以 他会一直跑很远 所以变成有时 可能我们觉得 上线好像跑太远 太快了 我们好像跟不到了 那个脚步 所以我们也一定要 赶快追上去 OK 然后 那个 印度的那个Rally 两天的那个Rally 我都有进去 听那个Zoom 所以我有听到 一个Point 是from 这个Dominic 所以我很喜欢 他的Sharing 每一次 他的Sharing 我都很喜欢的 不管在哪一场 我去了 这样多场Rally 我都很喜欢 听他Sharing 因为我觉得 他的Sharing 是很简单 然后是 直接去那个Point 就是我们 很适合 我们去Laksana 执行的那个Point 他讲什么 他讲当你 已经sponsor到 一个FBO 就算只有一个FBO 就代表什么 Someone is watching you 就已经有人 在看着你了的 就算你只有 一个下线 你就已经是 一个Leader 所以变成 我们今天讲什么 做什么 我们一定要做到 OK 然后他讲 一个Point 我很touch to my heart 就是他讲 Never ever leave a conversation without a single CC 所以你看 他已经是 全世界的Top 1 他的Check 这样大涨 可是 他的头脑 真的是非常清楚 就是他 见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Zoom 任何一个Conversation 他都不会 得到的那个Result 他一定要有Result 所以变成 他的Result 会这样大 就是因为 他很锁定 这个东西 所以我一定要学他 就算我们 讲的每一场GEP 每一场Zoom 我们一定要有 CC 那个Result 一定要有 所以这个就是 想要 Sharing给大家 OK 所以今天 非常的Productive 我会有两场的Zoom Personal Zoom OK 所以这个月 也是要达到 我自己的一个目标 然后今年一定要CBM 一定要去Paris 带我的老公去买包包 OK 所以今天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加油一起 OK 拜拜 谢谢上线 OK 有没有很感动 很感动 因为阿彪 那天上台 没有分享到 因为很多 其实很多人 师父也没有 很多时间 给大家分享 所以就要在铁板烧 大家就要尽情的 出来分享了 好不好 所以非常重要 也很感恩 很感恩 阿彪 阿彪讲他跟师父 20年了 不过 对啦 20年是还没有加入 他就跟我了 对不对 还不够税 他就跟我了 对如果是这样子来算 有20年 不过做Forever 是还没有的 还没有20年 所以可能再多 多一个 一年两年这样子 可能就可以 搬20年 20年 Loyalty 了 OK 所以我们继续加油 我们也祝福 阿彪 今年 完成他的CBM 完成他CBM 而且他答应了 我要拿Level2 Level3 不是CBM 罢了 是Level2 Level3 你知道吗 不要 不要 假假 这样子又 打了Discount 只是CBM 罢了 你知道吗 不可以这样子的 OK 我们祝福他 OK 好 来 Next 我们现在邀请 我们的 这个 性能 这个Aaron 来 Aaron 说广东话 是吗 师傅 说广东话 是 大家好 大家好 很紧张 很紧张 我现在 可能外面 没有问题 我 我就分享一下 是 那真的 我很多谢 这个格拉电 多谢 师傅 师母 因为知道 这个电 真的 用了很多心 去举办 很漂亮的 转 真是 很多谢师傅 师母 还有就是 真的 我发觉到 我进去 Bioi 的 团队 真是 很 很 很 开心 是吗 短短 一晚 这个电 是不是 比我感觉上 很温馨 是不是 我行 那里 遇到 很多 很多 大家 还有 很多 大家 是 真是 很 很 低调 很 朋友的 就是 一晚 感觉上 全是一家人 那样 就是 比我感觉上 就是说 他们 个个都 都 都 不会有架子的 个个都可以谈的 个个都有 吶 好像 认识了很久 所以说 真是一个 很好的 很好的 文化 这件事 真是说 真是 很开心 还有 真是 那里 学到很多 东西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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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很厉害的人 都好 很愿意教我们 新人的 东西 真是 很多 如果我遇到 什么问题 有什么 有什么 人 你 谈不 你用什么 方式 跟他谈 有什么 真是 很 好像Alex 謝忻 Rilford 那些 我们都 短短时间 其实我们 真的没有什么 见过面 短短的时间 一小钟里面 都好像很熟 很好聊 真的 很 很 很 感觉上 很 很 很 而且 就是 我感觉上 其实一些人 我们都没见过 不过 只是在一个 心里面 见过 真的 见面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大家是谁 会不会 好像 不懂 你 会叫你一声 说 怎样 好 好 不开心 什么 那种 感觉上 哇 真是 现在我们做的事 做得很正确 不过 以前我们做的生意 就是 各有各 好像对手 表面跟你笑 其实 想你 想你 砍 你 想你 死 我们 真的不会 一个大家庭 很愿意分享 很多大家 很愿意分享 真是 真是 很好 我觉得 我跟我老婆 今次来 第一次 今次的加勒典 很开心 很开心 还有真是 得益良多 学到 很多很多 很多 在这 吸收到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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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真是 很开心 这个电子 真是 不厉害 真是 很错过 幸好我们 我们来到 真是 很开心 真是 学到很多 这一件事 最重要是 学到很多 很多 很多 大家 大家 真是 无论你问他 什么 他跟你说 还有 很多人 很愿意 访问他 他很愿意 分享给你 这一件事 其实都是 我们的 秘笔 将来我们可以 跟别人分享 跟别人分享 我们希望 我们将来 到我们 变大 教士 我们再去 灌输 下面 新人 给你 传下去 传下去 这个文化 很好 这件事 师傅 我分享到这里 因为我 我现在 很外面 这些 没有那么方便的地方 多谢 师傅 多谢 谢谢 谢谢 我们也要 恭喜 恭喜Aaron Aaron Lion 已经 上了 assistant manager 大家 都没 公开 我们来 就恭喜 恭喜Aaron 跟Niko 已经完成了 他们的 assistant manager 两个月时间 OK 继续加油 再劫 再利 他们的目标 是F2D 目标是 F2D 所以 就是在 重斥 F2D的 过程当中 就不小心 就上了 assistant manager OK 等一下 又不小心 又上面 很快 很快 就会不小心 OK 那么我们预祝他成功 好不好 来我们接下来 我们有请我们的 Rachel Hello 大家好 师傅早安 三个星期 很兴奋 很积极 然后很感恩 所以 感谢师傅了 真的很感谢师傅 师母举办的 那个 F2D 我真的觉得 每一年 都很盛大 非常漂亮 每一次的主题 都不一样 然后 在那边 就真的是 好像 觉得时间 不够 这样子 就很快 结束了 真的很享受 然后 第二天去 那个 一个 NAS meeting 也是我第一次参加 然后 很喜欢 然后 第一次 第一次 看师母 收人家师傅 第一次 这样子 大家很专注 真的是 因为有这样子的文化 大家真的是 全神贯注 在听师傅分享 然后师傅也分享了 很多很多东西 真的很感恩 然后 我也 当时候 我大概 因为我三月尾 就才结束 我四月头 就正式离开 所以我在三月头的时候 我就听维娜讲 MMC 就是你们讲的 Mastermind 好吗 Council是吗 因为以前 我这种什么叫做 什么 T-up 然后closing 全部我对我来讲 是陌生的 词会 我搞了很久 我都搞不懂 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 那天 听到 威娜讲 Mastermind的时候 我就 跟威娜讲 我要进去 Mastermind考试 然后 Mastermind club OKOK 然后 我记住了 然后过后呢 我就 跟威娜讲 威娜讲 好 我会跟师傅师母讲的 然后过后 过了一段时间 我就一下子投赢 我就直接 text师母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要的东西 我应该要自己去争取啊 所以我这个师母讲 师母 我要进Mastermind 然后呢 呃 师母讲 好 然后我就想到 总之我一 离开这个教育职场 我就要全心 投入在Forex这边 所以我一定要 进去这Mastermind 然后我也 就是说 也想要贡献 所以我 五月份 我一定要准备一堂课 我一定要讲课 然后 呃 还有就是 呃 很感恩啊 这个大家听 其实那天师傅 我们过后要分享 感想 很想讲的 但是其实我自己 真的是 以前我真的是一个Forever 我只会做东西 所以我就讲 你看不见我就好 我只是默默把我的工作做完 我做好我的东西就好 所以这个是谁做的 不管 不管不重要 这个讲是谁拿的 不重要 不不要 我没关系 我没有名字 没关系 我只是做一个Forever 我只要永远排第二 有人排我第一就好 但是Forever这边 比我爱这边教会我 我们要走在第一个 我们要成为那个领袖 我们要做那个先锋 我们要去做那个带领 那个人 然后 呃 是比我爱给我信心 就我想要改变的时候 就在这边 就每一个东西 就是让我去学习 去走出自己 所以这边是有实际行动 去训练自己的 所以就自己在变化 所以 所以我很感恩啊 其实那个我想讲 我很感恩这个大家庭 我很感恩这边的全部力的 因为你们的大爱 所以让我有勇气去做这个决定 嗯 所以我是跟大家讲 我从来以前 一刚Sky 直接出Forever的时候 呃 那意思是说教育界跟Forever 你是没有办法得到两个的 当时我很信誓旦旦 100%跟他讲 我为什么要做选择 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教育界 这句话那天我见到他 我才跟他讲 你这句话真的是烙印在我的心中 你是第一个这样子问我的人 当时的我是完全没有想改变 但是我没有想到 在2022年吧 我就有那个梦 那个碰到那个头脑就是 我想改变 然后也人生很多机遇 就让你去正视你的选择 你到底要怎样做选择 所以我就2022年 我就开始Forever讲 我想要离开这个职场 然后我也身边有很好的 很好的归人 就是跟我讲 你要做就马上去做 所以他也很给我很 很大的鼓励 然后我就2023 22年 23年 2023年 2022年我就开始决定 我要拿五星假期 就完全没有薪水的 我也没有收入的 然后我就拿 2023到2024的三月朵 我就拿五星假期 然后 然后就因为当我知道 我拿这些东西 我去问了 所以你拿五星假期的时候 你要申请提早退休 这些东西了 你要一年的时间 所以意思说 当我在拿五星假期的时候 我就一定要做决定 我要不要提早退休 所以当时候 当我拿五星假期的时候 我就已经做决定 我要提早退休 因为没有成定局 所以我没有跟很多人讲 我只是跟一些 很亲的人 知道吧 所以我就在 我一拿五星假期开始 我就去拿 提早退休 就申请提早退休 我的校长跟我讲什么 我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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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坚决要做这个决定 所以 2024年的 我就是回去那半个月 然后4月1号 愚人节 我就正式离开了教育界 然后我很感恩 我还是拿到老师的福利 我是提早退休 不是辞职 所以我55岁过后呢 我还是能够拿到班型 我还是拿到老师福利 但是我可以在我 剩下这人生的下半段呢 我为自己生活 因为这个决定 以前的我 我不知道我要什么 甚至我爸爸要做读书 我都不知道我要读什么的 然后我只是跟风的 所以我进了教育界 然后 现在我这个决定 我要加入4月 是我为我自己做的决定 我非常清楚 这个是我要走的路 然后在这边 我更清楚自己的目标 我更清楚自己的梦想 然后 这个感觉 真的是非常美好 所以 你有铁发丸 你很 你很安全的在生活 但是你会不是最快乐的 但是 你有自己的梦想 跟你有自己的追求目标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哎呀 突然间 这样 所以 所以 虽然 我还没有达到我的目标 我要五位输手入 我要我每个月都 五位输手入 我还没有达到 我也还没有很安稳的经济 没关系 我一定可以在这边做到的 所以 感谢大家 感谢这个团队 感谢这边的领导 很愿意 分享 很感恩 有你们 真的 是你们给我勇气的 是这个家庭给我勇气 去做这样大的改变 这样大的选择 谢谢师傅 谢谢师母 谢谢我的上线 哎呀 突然间 你叫Bunton sorry啊 OK 谢谢大家 OK Thank you 哇 真的 所以你看到吗 一个人 要改变 其实 真的 就是那个勇气 我们看到 真的 Rachel 你看到吗 很有勇气 对不对 其实师傅 以前也是很大勇气 要做一个勇气 要辞职 要什么 为什么 为了自己的一个 高目标啊 为自己的高目标去前进哦 所以这个 以后啊 以后我相信了 Rachel 也可能会写你自己的自传 有没有想过 师傅昨天才讲的 很多人可以写自传的 你很有故事的 以后你啊 你到你一天成功之后 你可以写自己的自传 很有故事的人 好不好 不是白白啊 就是这样子啊 白白过了自己的一辈子 真的啊 我们是很精彩 这过了自己一辈子 加油哦 我们要看哦 Rachel拿CBM 一拿CBM就五位数了啦 你一qualifyCBM的肯定五位数一定会有的 OK 加油哦 好来 Next 这个他讲 什么 这是印度跟师傅啊 相处最长时间的人 来 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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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morning Rachel不要哭 Rachel 那个 Changu are you 也是 Changu好像没有 Pension拿 他应该要跟哭 还有Changu Shah 有前车之鉴了 我觉得很好 OK 加油加油 对对对 然后我那天也是要上台分享的 就是要跟你们讲这个东西 就是 我这两个礼拜啊 应该是四月份啊 跟上线 是很常在一起 OK 就从印度啊 我们几乎两三餐都一起吃啊 所以 很靠近啊 然后也谢谢上线啊 因为他讲他 降级打怪 然后 然后我们要升级 他怕我们 他怕我们等太久 他下来陪我们一下 OK 没有去到的啊 我也不懂你们在想什么啊 不是就是有qualify没有去啊 我也不懂大家在想什么 就是一样的 刚才对我讲得很好啊 讲你们很多人讲 我们讲Forever很好 这样很多人还是跟你讲 不好的啦 不可以的啦 这样一样的咯 印度也是人家跟你讲 我印度很棒啊 人家跟你讲 不可以的啦 不可以去的啦 全部都是BS来的 OK 所以 自己去体验哦 印度真的 带回来的impact很大 因为我在印度 我也有放影片啊 做一些直播 那里都有保留到一些哦 他们很追踪我的行动 他们怕我好像死在那边 因为我讲我在印度 他们很怕我 怕我可能最后一次看我的live了啦 所以 刚才我查一查了 Bukina Faso是22个million的人口 而且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啊 刚才Sean有学出来 在内陆的地区啊 我好像在一个 好像在bentong啊 这样子一个小小的 一个内陆啊 没有靠海啊 所以 很inspiring 然后 那个非洲人啊 问我们啊 你是哪里来的 马来西亚还是 哇 也是很inspiring 因为他 你不要觉得我们听到什么 Bukina Faso很鸡 他们很inspire 他们听到马来西亚 他们也是讲 哇 哇 这个这样烂的国家 哪里来的 他就问我kong在哪里kong 他一直问我kong 我有什么kong 我还讲kingkongkongkong 哦 原来是desmondkong 这样子 因为上次有人上台分享嘛 所以很多非洲啊 他们看到我们马来西亚啊 他们就讲k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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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ondk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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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nnen 所以啊 很骄傲啊 我们也是一个小国啊 其实哦 真的跟别的国家比起来啊 跟狄角的国家比起来 我们真的是很小 不好 我们崇拜新加坡 文来 有多少人 很少人不好 可是我们立足啊 在世界第9啊 也是真的不错 可是 我们有去过第4啊 所以上线每次讲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去到也是第一 而且我们还没有真正做到 那这边有几个 国外的香港人啊 台湾人啊 中国人都没有欸 只有这我们几个马来西亚华人在这边 我自己讲自己爽 啊就是从这样子开始的对不对 然后啊啊 BOD呢也是很感谢 也是啊对他们不懂马来西亚真的啊 他们只懂控对对对 然后BOD呢很棒啊 因为上次用很短的时间哦 就给我们做了那个就做了安排啊 然后这次的Top10我讲真的是别人浪位啊 不是哦我自己是在Top Top不懂Top级啊不重要 因为我们我知道哦 如果是大家的 不是我们上啊是别人弱啊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知道开心啊 所以今年要今年要今年啊 我听到那些没有在有有有 有几个啊啊没有在Top10里面 他们调出Top10以外 他们跟我讲他们的收入很恐怖啊 上个月他们靠了30个VIP40个VIP 所以恭喜他们哦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inspiration 我们在上面我们也是别人的inspiration 所以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他没有他没有讲哦我干掉你啊 我就看不起你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问题啊 然后哦如果你没有在Top10里面 你不用紧 因为他是open的 他不是讲一定给最老啊 最久做最久的去拿了 不一定的哦 所以哦好像Rawani啊 他也是新人嘛 他可能在这边五六年罢了 他也是去到Top10了 所以也是很恭喜他哦 所以各位新人哦 都有都有机会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Forever最棒的地方 最棒最棒的地方哦 最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 今年的No.1啊各位 哦是Fiona OK 他是Dato Desmond的第九代 你们知道吗 来知道了打个9 今年的No.1是Dato Desmond的第九代 哦 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 对不对 哦 哦如果上线只是要照顾他自己的Forever generation 那不用搬给Fiona 也不用搬给我 因为我自己哦 我和Wilfred是他第七第八第九代 啊所以你看到吗 哦 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很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我其实那天要上台跟大家分享哦 所以大家要很了解哦 BO group哦不是在照顾 不是讲 哦上线有讲一句 你只要是FBO就是Rex1的孩子 包括我们 哦所以今天上台的 我都 今天上台的啊 都是不是上线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啊 我们的拿 我们拿多少钱 是没有什么拉廊的其实 OK 啊所以啊 有没有丢有没有 突然间发现新大陆 呃我是Dato Desmond的第七代 Wilfred是Dato Desmond的第八代 Fiona是第九代 所以BO group好不好 BO group好不好 哦 没有的你懂吗 没有的 你去要好像阿迪拉那样 我才听上天讲才18个CBM 18个CBM哦 你问他去要第几代 这个卸出来吓死他了 还有哦 现在还有Evelyn啊 Charita啊 还有耶 很深耶 所以 呃我们的规则第八哦 就是讲我要传七代 我记得啊 哦因为那个message 以前是用信息啊 打电话 所以一个message要传三代 才可以 可能有些是听不好啊 讲不好啊 吸收不好啊 所以这个东西哦 现在已经很方便了 只要你进来 哦我相信啊 过后啊 我还有很多CBM会来的 而且 像那天Jovie讲 我们是年轻的 哦 明天我会再见到一个是年轻的 他 我就还给我Facebook 他讲 不好意思给你了 等一下我 等一下我Joy你啊 我那边写到这样好哦 现在功亏一亏啊 对不对 啊 所以明天我们再来 所以 呃 每一金 我们 我们可以拿到的每一年的奖励哦 都是我们每一天的 每一天的习惯来的 不是我们突然间做了一件很大件的事情 没有 是每一天 所以上线每一天都表演给我们看 他就在这边做Tapanyaki了 我还已经联系三天了 有没有 他做完BO 他没有吃到东西的话 就跟我们一起在做那个mastermind 然后昨天又做Tapanyaki 今天又做Tapanyaki 没有停的 哦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榜样 所以 呃 也也希望上线 哦上线讲哦 我们他要重回一点风 肯定是 肯定是华人一定要重新站起来的 哦 所以我希望各位加油 因为我知道只有大家一起抱我 我们才会更抱 哦 不是我们一个人抱 好不好 所以谢谢上线 感恩 好好休息 哦 有空我们来请你吃饭啊 谢谢Tapanyaki Thank you 爱你们 Thank you 哇 上线比一个爱心 上线比一个爱心 OK OK 来我们谢谢哦 谢谢Ali的分享 真的哦 这次哦 很长时间 啊 在印度 因为也没有很多人啊 所以我们就啊 呃 而且也要感谢印度咧 如果没有印度 可能他们就乱乱飞了 你知道吗 就是印度不敢乱飞吗 所以大家都会 集中在一个地方哦 就每天哦 都是啊 都是去同一个地方 你知道吗 啊 去喝茶 去聊东西 所以非常的棒哦 也是非常感恩 OK 啊 当然Ali讲的对哦 啊 如果今天我们 真的做到很 很好 我们做到很top 不过是别人 在调的话呢 啊 其实我们也 也不要 啊 很快就感到很开心 明白吗 所以我们也要知道哦 实际上不是我们在长 啊 是人家在调嘛 所以啊 我们也要自己 也要做好检讨啊 做好准备 为什么 因为明年就未必是这样 对不对 因为每一年都不一样嘛 然后每一年我们都一个重来 就一直啊 重新哦 又再选过top 10 啊 所以大家都有机会的 好不好 要加油哦 来我们next啊 我们加时啊 我们给Evelyn 来 哈喽 早安 各位早安 然后心情一样是很紧张 然后很兴奋 也很开心 然后其实我的健康也是不是很好啊 因为这边也总了一粒 可是一定要分享啊 为什么 因为很感动 然后那个BOD那时候是真的是很感动的 因为不只我感动哦 我的孩子都为我感到很开心哦 因为他们有video过我还讲 妈咪妈咪你拿到什么 然后我我拿到那个Award的时候 当表扬那个Loyalty的时候 其实那个内心里面是很 就是讲 哎 师父你还看 就是师父你不管是谁 你都看到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几生 你都照顾到我们每一个人 是因为你要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都有转变 因为我记得你说过 就是要转变我们的人生 这个就是师父我们真的 谢谢你很爱你 OK 然后也是可能会在这边想 调调到而重调啊 要跑去做比较的东西 而是在坚持去回想 反省一下 要去接受什么 所以也因为之前有线嘛 所以我也很开心哦 竟然可以在6个小时 就看816层面的时候 哎 竟然可以错了25个机器哦 所以哦 这25个机器 我非常非常非常感恩 我要感恩全部的结果 还有我要感谢 Jason 呃 小蜜蜜 还有 阿姨 还有 阿姨 还有 还有 阿姨 阿姨 还有 阿姨 阿姨 所以也因为这个 A-S-R-E 这个很幸福 就回到那个感觉 所以 你们累会继续加油的 会继续level up的 而且呃 其实我三月也是有些 看了这段话 可是那个情要分享 早知道我越来越不敢分享 可是我今天不讲 就是喉咙总也要分享 为什么 因为Forever Living 我们的传绪真的是带有爱的 不管你是谁 所以我也是Dato的第八代 所以谢谢Dato 师父跟师母 给我这个表扬 爱你们 谢谢大家 所以继续出自Level 2 今天我要完成我的Requalify 我的FC 我还继续完成我的千五香 所以这个星期 我的活动在这里报备 所以今天会有两个Forever要见 然后星期六 唐秘书就是我们的KV5CC Celebration 这个就是我们一手住的 每三个月的活动 所以谢谢大家 所以爱你们 拜拜 OK 谢谢Everlyn 要好好照顾 那个声音很重要 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靠声音来找事的 所以师父也是每天 很补 都买好料 蜂蜜 蜂蜜非常棒 所以蜂蜜是每天 师父的早餐 一定要吃蜂蜜的 OK 来我们谢谢Everlyn的分享 好 Next来我们维娜 OK Hello 大家早上好 感恩 感恩上线 就是 Desmond上线 和Grace上线 这个就是我们 就是一直以来用这样子的方法 慎悟他们 然后 很感恩他们 就是 每一年的这个BOD 都是我们很期待的 因为感觉就是 好像金像奖 这样子 OK 然后呢 就是很期待 大家可以一起上台 然后呢 我们 整个团队的 这个 兄弟姐妹 都可以 就是Gathering 因为那个感觉 真的是很 很幸福的 那个感觉 你在外面 你做 我相信 很多行业都没有 这样子的感觉 OK 然后呢 第二呢 就是要很感恩 就是感恩家人 如果你们有发现到 就是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 那天 我是一个人上台 然后第二次上台 逢林就来了 OK 我真的是 好像不懂 就是很紧张 等那个新娘歌上 而来的 那个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真的是 两公婆 不简单 我们两公婆 要在一起合照 要在一起出席 这些活动 现在 真的是不简单 也很感恩 我的阿萱哥 OK 一神 长大了 然后也感恩 就是阿萱萱 越来越 越来越稳定 然后感恩上天 让他越来越稳定 然后他 阿萱哥 可以照顾他 一神 可以照顾他 然后逢林 也可以跟我们 一起来 一起来 enjoy 整个这个 因为逢林 一直以来 是我 就是在后面的 一个hero OK 他很多 很多我们的 Celebration 他都没有得去参加 所以我一定要安排 这一场给他 OK 非常的感恩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很 就是很期待 期待什么呢 期待我们的 这个 MDM和 我们的 这一个 loyalty reward OK loyalty award 为什么呢 其实在 上线 那天 上线在 mastermind meeting的时候 他有 他有讲 有搬 这个 10年 15年 然后他又讲 他没有讲 是MDM 他讲 可能LCM 或者是 那个什么 promising 什么 就是 就已经可以拿到 我就在那边 好像 好像很开心 叫我哪里迟到当天 只是搬给MDM里面的 10年跟15年 那么 第一 那一刻 那个感觉就是 我跟Seline同一座 然后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 我们的青春不是青春 我们的15年不是15年 就是那一个 第一个反应 师父 我要跟师父讲 对不起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特地 就是要觉得你不 不fair 其实我觉得你很fair 然后我 我回来 我冷静了过后 我觉得这个是 很好的一个 给我们一个 可以再更上一层楼的 一个target 因为MDM 我一直以来 我都没有去 我没有去算 我到底我的100万 是在多少年里面 accumulate出来的 OK 所以 我觉得 我这个是 我要去做我一个调整 因为只要我很清楚 因为我是不清楚 那些figure的人的 那个清楚figure的人 是冯林 所以 但是我是要去交代 他的人 所以我要讲很多东西 去交代他 你帮我做这个 做那个 所以我们才可以一起 更加进步 那么 我要做这个 我要做这个MDM 我要去push我的MDM 然后呢 我要做到那个 loyalty 如果是以冯林的 那个ID来讲 冯林是2003年加入Forever的啦 然后他也跟我讲了 他跟师父 第一次师父跟他讲 touch of forever的时候的 那个情况 我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很好笑 有机会 我们请冯林 来讲一下 这个history 可能 maybe我跟冯林讲 我讲 maybe我们上这个 拿到这个loyalty award的时候呢 是一个 可能上天要给我们更大 更wow的那个感觉 我们不知道 所以唯一就是我们 我们调整好 我们应该做的东西 plan好 去做好 然后redo recheck回 我们应该做的东西 我们做到我们师父要的 那个standard 我觉得这个standard 是非常的好 谢谢上线给我们这个standard 因为只有standard 你才可以看到 每一个人都去越来越好 越更上一层楼 这样子 然后呢 谢谢师父 for这个 ok 这个mastermind 我觉得这个mastermind 非常的重要 这个mastermind 因为你contribute 给整组的BO team 你不是 不是contribute 给你自己的 那一个team 你自己的个人小组 但是你是 contribute给BOI 整个team 所以这个其实 可以看到你有没有 那个 那个 什么 有没有那个 什么 去contribute给 ok 贡献给我们整组的BOI team 那么我记得 师父讲的 我们在2012年开始 就开始了 第一个的 那个 star club 那么这个就是 可能看不到 这个是2012年 2012年 我是拿到top3的 ok top3 然后很感恩 就是没有 没有完全没有断过 从12年开始 都到到现在呢 都是可以 贡献给我们的 这个BOI 大家庭 我非常的感恩 非常非常的感谢 ok 然后呢 最后呢 等一下师傅 我们唱那首 Ali和Tiffany的歌 好不好 那首歌 真的是太有感觉了 ok 谢谢大家 我爱你们 我们一起加油 ok 拜拜 师傅每次都有强调的东西 其实我们BOI 就是一个 set 一个set standard的 一个组织 所以为什么 师傅会比较严格 所以可能有些人 会很不爽 师傅 他就讲 师傅我明明差 一两个CC 明明差三四个CC 你都不给我 可能你们有这样子的心情 其实师傅也是很难过的 好不好 师傅也想搬的吗 这种东西 你明白吗 不是说不想 只是说如果我们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东西 我们把我们的standard 降低的话 这个也不是师傅要的东西 好不好 所以我也希望 大家 师傅会给 那个MDM 那个是肯定 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 你知道吗 你是million dollar mentor 对你自己来讲 你是一个百万导师 对你们自己来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肯定 然后而且师傅会给你们很多东西 MDM 还给你一个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那个 builder MDM builder 还有一个很美的plug as a MDM 所以我师傅也希望 你们已经在跟师傅这么久的伙伴 然后师傅也希望你们可以完成你们的MDM 我师傅刚刚收到一个message 就是Charlita先给师傅的message 那么他感谢师傅 他send message感谢师傅 他讲师傅很感谢你 很感谢Bio团队 为什么 因为我算算算我的收入已经突破100万了 那么他是用了6年的时间 6年 OK 那么他也很感恩 虽然他也没有被表扬MDM 所以师傅也是很难过 你知道吗 师傅在台上 很难过当下先给师傅看 他已经赚了100万 师傅没有办法表扬他 为什么 因为那个standard我们已经set了 那么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东西 就是叫他真的加油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真正的你想要得到的 你肯定会拿到的 好不好 那么我们也希望 Vena可以加油 师傅也想看到 Vena跟冯玲 成为我们的MDM 好不好 OK 所以来我们next 我们又请这个MDM 来Alex 嗨 大家 早上 首先要感恩上线 师傅跟师母 这个Vena 然后真的很开心 还有感恩我们的兄弟姐妹 在这个平台蛮久了 有时候讲着 看回以前 为什么我们要跟师傅 我们也不明白 为什么 只是知道 上线那时候 我很记得第一次 就给我看到他的收入 OK 那时候呢 我们还是请台之华 为什么呢 只是会看那个收入 然后上线就跟我们讲 不是看这个income 你如果你懂得看 你要看那个东西 从哪里来 所以我就上线就给我们知道 这个六三的 那时候我这 在讲一讲啦 真的 真的就是很 不知道他讲什么意思 我也想知道 都得 你跟我讲这个东西 真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做sales 真的 老板就是跟我们讲 OK 你要的东西就是很简单 你要赚钱 赚钱 但是 你不知道最后的 你拿到的是什么 但是上线不懂他 他不一样 他给我看到我 不是钱 然后他给你看 这一个是永久性的收入 所以我那时候 听了他 因为那天 我是第二天去见他 为什么 第一天 我是不想跟上线 为什么那时候 追我的太太 我只是上去看 因为这种 我就觉得 哎呀 我是骗人 就是因为要追我太太 我就上去听 听了 真的 不一样 第二天 我就有钱去见 见上线 又问几个问题 然后真的看得到 上线就给我们知道 一个东西 如果没有行业 真的赚钱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看的是 未来是拿到什么 真的他给我看到的是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 讲到这个Building呢 我们跟上线 蛮很久了 基本上算算来也是 好像委娜说 讲的OK 真的很久了 应该是讲超过20年 只是我们讲那时候 没有这个category 但是我们还是在跟着师父跟师母 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的那个vision很clear的 所以我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跟着就对了 因为我们只是知道 他给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要的东西 他已经给我们看例子 但是他有讲到一句话 你永远要记得 每一次大会什么都好 你一定要上台 他有讲过这句话 所以一定要最少两个的 所以我就想 这个简单不简单 又是难不难在中间 他又不是最低又不是最高 但是在中间 但是这个东西 会有 会让到是一个 是一个pressure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pressure 这个是一个推动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你再想一想 我们整联鸟 很努力 但是有时候我们看不到自己 只有这个report card 才看到自己 有没有进步跟退步 但是讲真的 有时候上舞台 那个感觉 我很记得那个晚上 Seven Top 10 你看 但是我的心脏 还是跳得很快 为什么呢 我在想 有吗 我的收入是 比去年掉了 但是我还感觉 有时候你问我 兴奋不兴奋 我的感觉 又有兴奋 又有 又有那种无奈的感觉 为什么 好像很对不起自己 那种感觉 为什么呢 是不是在进步 是好像 沙利所讲的 是有的人可能 给我们过一下 给我们感受一下 去Top 5 OK 讲真的 我们一起 更讲 我一定要Top 5 Top 5以上 讲真的 这个东西就是好在哪里 好在就是一直提醒我们 OK 有时候 有时候很感动 师父跟师母 为什么呢 OK 他从 before去印第ia 他有做了master class after就去印第ia 一直忙 但是他还会 怎样讲 post video 给你们看到 整个情况 基本上 我觉得上线 那个声音都没有 我记得那时候 他before去印第ia的声音就没有了 有时候找 这样讲 我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但是我 讲真的 每个人跟你讲 我50多岁了 我接近50岁 我要去享受我的人生 讲真的 上线 你看他几岁了 对不对 你看他那个火还是有 基本上这个不是年龄 是我们的心态的问题 如果我们一直在 在有一个心态就是 我们到这个要这样 这样 讲真的 你真的 真的给你们 就是verify with your 你的dream 你的target 对不对 你问问下自己 有时候这个东西 是很多人在这 哎呀我都有了 不是有跟没有的问题 是你design 因为你答应了 你不要忘记 你有两个儿子 第一个儿子 是帮你 群众去抖 第二个儿子 就是在forever 上线讲过 你不要以为 只是你自己儿子 只是你儿子 你在forever 也是你的儿子 你答应过人家 你就要 你要全力以赴 不要因为你自己 你就要停留在那边 有时候 你看上线 赚了这样多钱 他没有 我们说讲 很多天下 小孩子都不知道 父母的那个 father and mother 那个feeling 知道吗 有时候 因为爸爸妈妈 很厉害 是不是儿子 是不是要一样 有时候 你们要了解 父母亲 如果今天 大家还是 怎样讲 有这样做过 爸爸妈妈 那种感觉 他们就知道 我们要表达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一定 立法 我觉得这个是 很好 然后 of course 上线每一次 敲你的头 最好 有时候 讲真的 有时候你在 马来西亚 你要找上线 也是很难 最好 你可以跟他 同飞机 同launch 然后去到那边 你要抓住他 我跟你讲 你就很多时间 跟他在一起 你可以挖宝 讲真的 上线的宝 是永远挖不挖的 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他的脑袋 上线讲过 今天你拿完 我所有的钱 没有问题 只要你给我一个脑 我就可以翻身了 这个就是上线 想带出来的东西 这个永远是在我们脑中 有时候 在马来西亚 我们是很棒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什么 但是有时候 再思考一下 不要因为 一次了 就忘恩了 因为我们还有 很长的路要跑 然后每一年 我们要去upgrade 不是要只是 只是在停留在那边 如果我们不upgrade 这样子 我们就会 变成另外一个 Nokia OK 首先要 remind自己 今天可能 这个zoom是好 有时候我们在看 这样多人 是不是分享给别人 不是 有时候我 我focus在我自己 你要看你自己 因为我要放大我的screen 是我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 always remind ourselves 为什么 因为 真的 这个就是一个 kid remind 很感恩 所有的兄弟姐妹 在这边 然后还有师父跟师母 你们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骄傲 就是真的很棒 然后最重要是什么 不管你多少带得好 上线永远的love 是no limits for everybody 所以今天 不要因为我们在前面 后面什么左右 什么什么 久跟不久 我可以跟你讲 肯定的 这边是肯定性的 只要你在这个平台 不管你是谁 同皮肤不同皮肤 只有 只有你在这个东西 在这个平台 在这个team 你们就是我们 永久的兄弟姐妹 ok so 今天 很开心 就是什么 因为我们 我相信 ok 今年是我们突破 明年就是我们 一起去巴黎 去那边 想imagine一下 如果我们 全部是穿什么 ok 善良 新娘 那个衣服 去那里拍照 哇 那个感觉 会不会很棒 imagine一下 不要觉得 不可能 只要相信 我觉得我们这边 ok 上线100个西边 你想一想 100个 我们在穿那个 结婚衣服在那边 多么的脏 对不对 人家在本地做 我们在外国做 ok 好不好 so that's all from me pass back to师傅 谢谢 ok thank you 好 来 师母讲什么 不会难啊 怎么会难找到师傅 师傅在关单 师母讲在关单 随时欢迎 请师傅 师母喝茶 看到吗 师母已经开始讲了 不要感觉到很难 是你们要不要罢了 ok 来我们谢谢啊 也恭喜Alex Alex这次也是在 top 6 top 6里面 so恭喜他 ok 来 我们接下来 我们有请 郭顺 最后 最后一位 ok hello 大家早上好 师傅早上好 ok so首先要欢迎 所有在BOD呢 就是上台拿奖的 各位 各位伙伴 ok 有点乱了 我的后面 因为我们等一下 要回KL了 so ok so 首先 今天是要特别的 要觉得 要行 一个字 形容自己的心情 是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感恩 遇到了师傅 遇到了Forever 然后我们现在在的 就是Forever 然后在Forever 让我学习到很多 也成长到很 也成长了很多 然后在师傅的身上 看到很多东西 其实在Forever 里面也看到很多的东西 然后 就是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像为什么我感恩 因为我感恩 我看到师傅 其实有时候我看 其实你们知道 ok 这边赚最多钱的 也是师傅 ok 但是 其实师傅 已经是 师傅到这个阶段 其实应该是 应该是已经很足够 让 就是对很多人来讲 就是很多事都花不完的钱了 这个钱是已经是很多事都花不 打败一举动 谁要了 你知道吗 基本上来讲 就是可以是完全是不用做 师傅其实是可以退休了 你知道吗 但是 如果 就是 我们 我要很 我要 我觉得很庆幸的是 师傅 并没有 并 并没有退休 有一些人可能已经退休了 可能师傅没有退休 因为师傅 他 他 他给我看到是 他不是为了 就是 就是说 他不是只是为了钱而在做 Forever 所以很多人好像只是做 只是为了钱在做 做的话 ok 他 他可能会觉得很累 有的人会觉得很累 甚至是有可能有一些 那天有听到一个Leader给我讲 他问我 会不会累 我觉得其实是不会累 因为 因为我觉得 在Forever 跟我以前上班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ok 其实 在 以前上班的时候 就是真的像师傅讲的 上班的人 就是为了 目标就是为了做 做了 就是为了要做 努力做工 是为了要休息 你知道吗 就是为了等拜六礼拜休息 上班就想 为了要等下班 这样子 以前是真的是这样子 是真的是会累的 可是来了Forever 过后 一开始 可是我做到今天 我会发现的一样东西 其实有时候我在Forever 我付出的时间 就是 我做 有时候可以做到晚上 做到半夜 就是 就是不会累 然后 然后我看到师傅 有时候我也是很心痛 心痛师傅 哇师傅也是 你可以看到他那个热忱 就是师傅 他 他真的是很用心 其实他为我们真的是 很用心 付出很多 ok 其实讲真的 就是他到这个阶段 是真的是不需要再做 可是你看他 就是 很忙 ok 我们还没有去印度之前 又有master class 然后去到印度 然后也是没有停过的 然后到印度回来了 回来了又有master class 然后又有coaching 等下我们 又有我们的 铁板铁板烧 然后有我们的 等下有 就是 就是 整个礼拜 我知道了 师傅一整个礼拜 一定是在忙 印度一回来 一整个礼拜 一定是在忙 anodina的东西 因为怎么 因为我们其实是很幸运的 我们anodina 我们只是需要买票过来罢了 但是你知道吗 整个anodina是师傅精心去筹备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师傅一手去包办 师傅在背后 做了多少的工作 然后花了多少的心思 然后所有的就是top ten 你们看到有很多的不同的 呈现出来的那些 就是的一些就是 不一样的东西 全部游戏 还是什么 全部都是师傅亲自设计出来 所以我知道师傅这整个礼拜 一定是很忙的 所以我也不忍心去打扰师傅 然后 呃 不要讲什么 OK 呃 Event Event完了过后啊 OK 我还看到 就是Event完了 第二天早上啊 师傅也是最早起来 比我还早起身 我吓到去餐厅吃东西 师傅已经在那边吃这东西 为什么 因为师傅要 还要办Eagerness OK 就是给所有 Manager以上的 领导人 我们有一个会议 然后完了过后 我们那天 第二天啊 早上八九点半开会到一点多吃饭过后 然后完了过后 我还有就是呃 帮下线讲GEP在过后 我讲完GEP 我出来从AC 我去和AC 我都一出来看到 师傅还在 还在什么 还在呃 就是就是跟着下线聊聊东西 OK 就是呃 我看到了就是呃 有一个下线就是 哦 现在最最近又回来 OK 又回来了 OK 所以我看到就是他 他在跟师傅在聊 我知道师傅是肯定很累啊 所以没有听过的 然后 所以这也让我 也让我看到这个就是呃 就是passionate OK 师傅 经常所讲的passionate 所以哦 如果你想呃 想呃 为什么我们不会累啊 有时候 有人问这么 你不会累的吗 因为我们不是只是为了钱在做 像师傅讲的 像Entrepreneur 我们是为了使命 像师傅有他的使命 像Rexmon 他也是有他的使命 其实Rexmon 讲的讲的讲最不用做 OK 而师傅比我们更加不用做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呢 如果我们真的是到了一个程度了 我们到了一个程度 我们要 呃 可能我们赚钱赚到多了 啊 过后我们会觉得舒服吗 有的人是会这样吗 到了舒适圈啊 舒服了啊 然后 觉得自己很舒服了 我们要反省了 因为 更应该舒服的是 是师傅 然后 师傅赚的钱比我们多 我们都没有比他更加多 所以这个 这个是 我们需要反省的地方 然后 再看回Rexmon 在Rexmon的身上 我们也是看到 其实 呃 就是 你可以看到Rexmon 40多岁的时候 他已经是 呃 他已经是很成功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是世界的首富之一了 全球 全 全Arizona的首富了 OK 那么有钱的一个人 其实他也是不用做了的 为什么他还要去创办Forever 然后要创办Forever 不用紧哦 他还要 呃 呃 就是听说之前啊 啊 我还没有来Forever之前啊 所以其实我听了很多Forever的故事 我知道啊 Rexmon Rexmon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因为 Rexmon哦 他一年啊 有200多天在飞机上面 飞来飞去 OK 就是为了要开发 因为他刚开始的Forever 刚创办的时候 那时候开始的时候 没有这样多国家 现在去到178个国家以上 都是因为Rexmon自己 亲自去打的 每个国家 Rexmon自己亲自飞过去 然后去那边 呃呃 考察当地啊 接见那边的政府啊 然后set up所有的东西啊 是Rexmon 亲力亲为去做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师傅啊 所有的 然后event啊 所有的东西啊 却不是他一手包办的咧 就是 其实Rexmon也是可以不用做了的 他为了是什么 他为了是要帮助更加多的人 所以他每次讲 help more people 就是这样子 他是真的是 身体力行啊 他是真的是自己 亲力亲为到完 做到完的咧 所以哦 呃 就是这边就 就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地方啊 其实 OK 像Rexmon的这个精神 OK 所以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东西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哦 呃 你问我累不累 我不累了 我自从我来开始做Forel 我就决定了 Forel 我将会是 做到最后 做到最后 做到我死为止啊 OK 所以那天在Global Rally啊 有一个 有一个台上有一位 leader 他叫做Gucci啊 他的 他的演讲啊 是让我最深刻的 因为他最后一句话啊 是什么 他最后一句话 他前面其实都很激励 OK 到他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也是很touch到我的 就是哦 他讲哦 I will do forever until my last breath OK 就是到他最后 最后 最后一口气啊 他都会做 做forever OK 所以这种就是 我看到的地方 所以每天在Forel 我很兴奋 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感谢大家 然后最后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努力 OK 因为师傅真的是 最好的师傅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 去 就是师傅有一位 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的去support 然后师傅 我们不只是要support 我们一定要做出业绩来 做出成绩来 然后我们一定要完成 师傅的100个CPM的使命 然后我们一定要努力 我们一定要 OK 不只是我们自己要成功 我们要打更多的人一起带起来 我们才可以 完成这个 一起完成这个使命 OK 所以很开心 这个月 然后我们的团队里面 有一个新的assistant manager 就是Aaron和Nicole OK 恭喜他们 然后接下来 要更加的努力 因为我们要 我们不只是要assistant manager 或者manager 我们还要CPM好不好 OK 所以谢谢大家 我分享到这边 拜拜 OK 来 谢谢 OK 小心啊 驾驶 回去可以啊 OK 然后很重要啊 他讲到不只是goochie 啦 Honami不会讲英文 也讲到 我要做到我死为止 没有听到你们 I will do啊 Until I die Until I will die 他的英文啊 他也是啊 都是这样子 就做一辈子啦 华语就说啊 我要做做Forever 做一辈子啊 就对了 有人问啊 师父的使命是什么 OK 师父使命都在印在你们的衣服上 BOI的那个T恤的后面啊 Health, Wealth, Freedom 就帮助 所有的人 全天下的人啊 得到健康 得到财富 得到自由 那么这个是很大的使命 OK 大家一定要一起完成 好不好 所以每一次 如果有Eagerness 一定要来的 一定要来 所以你会更清楚 因为这次Eagerness 师父讲我们的历史 讲我们 怎样BOI是怎样出来的 怎样Rexmond 怎样师父认识到Rexmond 怎样从他身上拿到启发 所以如果你miss掉 师父的Eagerness 可能你很多东西 你都没有拿到 就是这样子 OK 好 来 我们谢谢 谢谢各位的分享 那么最后呢 刚才Wina讲要唱歌嘛 对不对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要唱我们的歌哦 来 我们一起来唱哦 来结束我们 今天的这个 铁板烧啊 OK 来 我们有请 我们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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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ying high up in the sky Sun is shining for our journey You make me shine I'll make you shine We fly, we fly With our spirits soaring high Like a eagle flying freely You make me shine Today Zither Harp 生命中不曾有你 没有交集没有涟漪 但在那个时候敲进我的心里 心里难忘的初次见面 才到了开头却在幕后结尾 是你让我自己了解我是谁 你红了眼 我才发现 这每一个 真好明天 人生生天 让你陪我去体验 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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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看见那树光 眼光下在人山路上 你原谅我 我教练你 飞翔 飞翔 特地 他 突然 做了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掰掰